大公报社评 由国家自主设计和建造的 极地方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 昨天开始访港5天 受到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今次历史性访问 在香港创科发展的右一城市 意义非凡 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和关爱 亦都是香港市民 近距离了解国家科技发展成就的难得机会 有助激发香港青年投身创科的行列 为极地方考察 舒缓全球暖化等 作出香港的独特贡献 经济日报社评 美国财长耶伦昨天总结访华的行情 再令所谓过剩产能大造文章 有越百公历年反复矛盾的产业政策 中国在电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 都有竞争力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强调 优质产能刻下反而是严重不足 中方的新质生产力 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中国去年出口车价上升 长销反映实际的吸引力 出访巴黎的商务部长黄文涛形容 美欧对中资电动车产能过剩的指责毫无依据 相关企业依靠持续的技术创新 完善的产工链体系 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快速发展 并不是靠补贴取得优势